阿彌陀佛 大家好 這裡是連生活佛文集網路直播讀書會 第47集的播出了 今天的時段比較變動 改在中午的時段 明天一樣是在晚上 台灣時間7月7號 一樣是在晚上的10點到11點的直播 回覆到原來的時段 只是今天有變動而已 歡迎大家上來 一起來讀世尊的文集 節目一開始跟大家介紹 大黑天星咒 我這個手印不太好結 這個是我的右手 左手 因為自拍效果 所以就變成這樣子 兩個手臂相扣 食指、中指、無名指 這幾個字就是互相 我們來唱大黑天星咒 大黑天本身就是誰 就是墳場的主人 我們來奉請大黑天 奉請大黑天 從頭,三面之中 從頭,二面之中 從頭,三面之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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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 我昨天有跟大家宣布 我在今天美国时间的中午午餐之后 我就跟师尊报告我们的 联生活网络读书会 网络直播读书会 最近这一段时间 每天大概都有2000个浏览次 平均四五百个留言 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齐请师尊加持我们的读书会 还有加持我们所有的同门 师尊二话不说 今天中午师尊请的是冰头如尊者 师尊有鼓励啊 慧金啊 但是师尊也很高兴 大家都在读书会护持 所以师尊已经特别特别特别加持大家了 所以你们每一位参加的 现场直播的或者 事后看直播的 对不对 看重播的 都有根本传承的大家之力哦 请大家呢 多多按赞转贴分享 大家告诉大家 那今天的直播呢 改在这个你们的中午时间 现在是美国时间晚上8点30分左右 然后呢 明天你们的晚上7月7号 一样照原来的时间 晚上10点到11点 一样为大家做 这个第48集的直播之间 时间有变动 今天还有件什么事情呢 我等更多的人到的话 我再来跟大家宣布 再跟大家介绍 师尊的最新最最最新书籍 259册 师尊 你们看这个读书会 对不对 你们记得要买书 买师尊文集 看得很好 买还要送人 今天介绍的这本 第259册 鬼语如师尊 大家都说感恩师尊加持 对对 Kiki Bless 还有Esther 还有Ben Ben Chen 甘风立 琼瑶 还有Dandina 月仙 雍炼 大家都感谢师尊 所以师尊是很疼大家的 昨天 对不对 在网络直播 上一集在网络直播 很多同门 有的 龟一灌顶的时候 就梦到师尊 对不对 感应很多 灌项也很多 上师日 用过午餐了吗 我是用过晚餐 午餐早就在五六个小时前用过了 现在是美国世界 你好可爱 我看你是谁 还有Lay Gwini 还有宝妹上来了 Ming for Jan 都用过了 跟大家介绍 十二新出 如师尊 鬼语如师尊 感恩师尊大家词 今天要介绍四篇文章 不知道时间来得及 来不及 我有参加证书活动 证书活动是怎么参加 你贴上来让大家知道 还有要看什么 真佛伯瑞藏 现在人数比较多 跟大家讲 今天晚餐的时候 连旺上师 这个中委会的处长 他也是鼓励我 而且他很客气 很谦虚很客气 其实他那个内法修得不错 他也有鼓励我 还有我在西雅图期间 很多上师法师同门 都有鼓励我 有看到我们直播的 然后呢 今天晚餐 他们就 连旺上师就跟师尊讲 贵君上师有做网路直播 师母就问说 那直播的结果怎么样 人那么多 我当然不能说 不能把自己讲得太好 我只是说 就大概平均每天大概两千左右浏览次 对不对 然后四五百个留言而已 等到台中的话 对不对 我再打开来给师尊师母看 那师尊就点点头 高兴 然后师母就说 我有请问师母 我说师母 我今天晚上我要做直播 师母你有没有什么话 要跟我们直播的同门交代啊 我们那天在直播的时候啊 因为午餐之前 午餐的时候 师尊有讲师母多么辛苦 我们直播的时候 我把这段故事告诉大家 好多读书会的同门 都非常的感激师母 很敬佩你 然后跟师母问候好多好多 师母说 那我要送慧君巧克力 接受我巧克力 当然师母 他不会在意 毁谤或者战欲 但是呢 他很关心我们大家的弟子 这种进步的情况 师母要我跟大家转达 那也问候大家 对不对 那师母说 你们除了看我们的读书会 还要请师尊的书 请购师尊文集 还要参加真佛不睿杖 还要把买那个书来送给大家 你看我们伟大的师母 很关心大家的闺蜜 对不对 他这么辛苦 四五十年的那种法务的经验 太高兴了 晚到同门 请大家告诉大家 师尊今天已经加持 我们网路读书会的所有的同门了 好 再 哇 可爱了 每天风雨不断 对啊 这个因为我做得很开心 那 对不对 这个 虽然是我在跟你们讲读书会 其实是我自己也在进步 啊 可爱的同门又上不了网 Anchen Ring 求师尊 活菩萨 大黑天 活菩萨诸尊 加持王同门上网顺利 对 今天的贴文还要跟大家回应什么 一个同门 他的亲人死了 那亲人好像不信真佛中 我把那个问题题目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说上师我的岳父刚往生了 然后他生前跟家人好像对生活中比较不了解 不大信任 请外面的道长超度 那上师我可不可以为这个亲人临终引领文 我告诉你 你可以帮他写信给师尊传真到中委会 中委会的传真号码 你们可以贴上来 或者你去官网去查 可以传真祈求超度 以后再补那个 因为你要祈求师尊师父加持 你自己要懂得说不要空求 补供养 然后你念地藏经 真活经 往生做都可以 然后念引领文回向给他也可以 那中阴森就是你有念他有观想他 他就会马上会很清楚知道 这个都可以帮他做功德做回向 哇约仙 网路不大好 哇 祈求师尊活不下加持 上师以后网路直播是换在早上吗 今天你们的时间是7月6号 只有今天有更换在中午 然后明天开始 你们的时间 明天开始7月7号 一样是在晚上 10点到11点 如果有变动的话 我都会提早跟大家通知 就今天有变动 明阳说有图书馆跟监狱的住院证书活动 台湾连纳市也有证书活动 相信请到大型佛教文物 或者大登文化 哇 谢谢明阳给我们这个资讯 如果有网址的话 也可以让大家点选 至少太详细不稳 其实这家子啊 妙计之节 阿弥陀佛 上师早上好 我现在这里是晚上了 你们那里 如果是台湾东南亚 应该是中午 对不对 11点半左右 已经上半钟了 等一下你们就下班了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鬼语如师尊》这本书 非常好看 非常好看 有的问题 我在吃饭的时候 就帮你们问师尊了 正佛不睿赞还有早茶活动 我之前在正佛天后新闻台 还有我们的脸书 回应栏都有贴出来 意思是说 从师尊的文集里面 有没有找到错字 然后呢 他有告诉你找错字的方法 利用那种好像是把师尊的金句 贴在金句那边 那回应说哪几个字做的 想请去看 《天佛不睿赞》的网站 好 那第一篇要跟大家讲 我与鬼的对话 哇 师尊跟鬼讲话 师尊说 他是抓鬼的老祖宗 师尊是不怕鬼的 对不对 那我们在第一篇里面 师尊是怎么跟鬼对话的呢 师尊曾经在台中雾峰山区 拿岩洞静坐 哇 这个是哪一年啊 那个台中雾峰有山区吗 改天要问师尊 岩洞 山洞里面静坐 现在在台湾地区要找到山洞 要是很偏僻的地方 山洞会不会有蛇 对不对 会不会有一些什么熊啊 对不对 野山猪也会咬人嘛 马来西亚 之前从我们说山猪咬人事件 对不对 然后会不会有虫啊 蚂蚁啊 会定啊 红凤博写说中委会的办事处 对不对 传真 你们这个Fax 425 然后是不是要加国码 是不是001啊 你那个国码要怎么加 然后再来就说你传真过去了 国码是美国的国码 加上美国的国码 那传真过去了 那他只是加持他没有回信的功能 好 那本身师尊呢 就是在这个雾峰的山区静坐 思考色受想形式无运的问题 想他这个念头 要怎么样去清静的这个问题 那发现了更多很深奥的真相 那师尊在静坐的时候呢 心里非常的专一 我讲过师尊呢 他是随时随地可以入定的 有一次我们跟师尊去弘法 那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坐高铁 那因为班次的问题 明阳说 大型佛教文物查王子 谢谢明阳 那师尊呢 那个因为要我们大家跟着师尊回去 那高铁因为班次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在高铁站等了一段时间 对不对 等大概二三十分钟 在等的时候 我们大家走来走去 但是师尊呢 找了一个椅子就静坐 而且静坐 什么任何声音什么都不会干扰到他 所以师尊的禅定 是非常的快速 非常的迅速 进入无量的光明 所以他说他在雾峰的山区 沿洞静坐呢 心专一了 到了不动摇的境界 到达不动的境界 那这个时候 他的心轮就发出了一道 非常强烈的光 非常的亮 比我上面这个电灯还要亮 之前有个同门说 会去上师 你这个脸这么黑黑的 我说我上面只有日光灯 我没有那个探照灯 那你看师尊的星光 是非常的强烈 非常的亮 照片了整个岩洞 然后呢 师尊想说 大概也照片了整个山 那有这种 现在这个时代 有这种修行功力的修行人 毕竟不多 不过师尊的这个光明呢 居然撼动了 震动了当地的鬼 有一个老大鬼就出现了 对不对 那这个鬼呢 是绿色的 身体是绿色的 双眼是红色 师尊以前曾经讲过 为什么有些鬼是双眼是红色 因为会吃醋嫉妒 眼红 以前师尊在一个地方静坐的时候 身体不动如山 有一个宋朝的鬼也来干扰师尊 他有翅膀 为什么 因为身体有修禅定 为什么眼睛是红的 因为他嫉妒眼红 为什么他有长脚 因为他自大 什么都是独大的 所以那种鬼的那种形状 根据他自己活着的旗器 也会有这种旗形怪状的这样变化 那师尊讲说 这个鬼是身体是绿色的 眼睛是红色 露出獠牙 身高12尺 是不是12尺是几公分 有没有120公分 我不会算 对不起我数学不好 12尺你们告诉我几公分 那那个鬼拿狼牙棒 哇 耀武扬威 用胁迫的口气 他说 请你离去 这是我的地盘 哇 很狂妄 然后师尊说 请问你是谁 这珠山的鬼 称我为老大鬼 非常的大 你如果不离去 我就用我的狼牙棒给你啪 这是我加上去的 狼牙棒要打十尊 你就成了一团肉酱 我这一棒啊 好好可以打了一座山 可以把一座山打掉 非常的狂妄 宋朝的鬼像阿修罗众生 还有东梅 阿弥陀佛上师不好意思 我现在要再小孩子放学 等下看直播 可以啊 等下看重播 所以这个鬼 鬼有脾气嘛 对不对 虽然有神通 但是还是有脾气 那师尊呢 对人家的那种恐吓 他会不会怕 其实师尊是他有神通力的 但是修行越高越谦卑 修行越高越不想显露自己 有多大的才能 对不对 要嘛就说 你算老几滚 师尊不会这样子 他只是跟他讲道理 先用道理沟通 所以有些人就是说 人家先对我们无理 我们不要跟着人家的脾气走 这个就是修行的动力 不动啊 你看师尊想说 他已经修行专一道 不动摇的境界 对不对 你们上班 同事啊 之间啊 老板啊 或者上下眷属之间 人家用情绪化的语言来激你 你要想到你是真佛弟子 你头顶的师尊 师父不动 我们也学师父不动 求师父加持我们不动 所以师尊是在那种不动摇的境界 那个鬼怎么吼他怎么骂他 师尊的心平如止水 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很伟大的正量 就是瑜伽式的宝剑空行母讲的 正量的境界不是只有神通而已 那种内心不会随便因人而起波涛的那种定力 师尊展露无遗 所以你们看师尊的书 故事很好看 不过呢 也静一下心来看看师尊在应对的那种情绪 他的那个EQ 真的是非常令人叹为观止 现在的人不是 我是老大 你敢得罪我 小心给你好看 你给我十斤 我还你十八斤 没有这个的 修行人呢 就是说做人要谦卑 修行人的那种 不会受人家起波涛的 师尊是真的做得很好 所以师尊对那个鬼说 我只是在这里静坐 修观想及念著 没有心想要占领这座山 不动地的境界 恩还有Amy Leung 你可以看到说那种 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但是鬼啊 还是不放过师尊 所以为什么会 有的人为什么要当圣人 有的人为什么会当鬼 或者当三二道 对不对 一个是那种无我的境界 一个是 你如果比我高 比我厉害 就是在跟我挑战 有这种斗争的心 有一种不服气 不服输 嫉妒吃醋 其实都是自己烦恼自己 人家是谁那么闲啊 谁要挑战你 对不对 只是看不顺眼 现在的人很容易 为什么 好像走在路上 看到两个人在吵架 他只是看他一样 然后那个 然后两个就吵起来 看不顺眼 这个都是 其实都已经是在鬼的境界了 敏真说 师尊说的 度众越多是非多 如如不动 亦不离 坦地呢 说谦卑 千万要谦卑 对不对 所以呢 那个鬼啊 讲 你放的光 向我挑战 是企图攻击我 我从来不允许 任何人跟我挑战 我一定要击败你 哇 就是这种心态 如果我们活着的时候 如果有人比我们高超 比我们厉害 让我们觉得受威胁 心里面的那种不平 对不对 心里面会觉得人家在挑战你 其实要注意这种心态 已经有鬼的心态在里面了 所以我们一起来跟师尊学习 那师尊呢 人家这样子讲了 师尊会不会生气 一样心平气和 师尊说 我不向任何人挑战 也为企图击败任何人 他没有想要赢 什么叫输 什么叫赢 什么叫成功 什么叫失败 什么叫得 什么叫失 师尊根本不在意 无所谓的智慧 对不对 事事无碍法界 前几天讲的嘛 对不对 达本勤王 是不是 修行越高的 他越不会对世间的事情 所波动 起波涛 所以不用挑战啊 我也没有挑战你 也没有企图要比你厉害 所以讲 我只是平凡的行者 我也不自夸 也不骄傲 我也没有能力 其实是说能力很高 能力越高的人 除了你嘴巴讲说 我能力不怎么样之外 你的内心 你不要想说这个 不要想说这个是客套话 你在内心里面也承认自己 真的是还有很多要改进的 真的要是这样子学 心口要合一 延伸说 说得对不动境界 还要多学习 要心口合一 而不是讲客套话 明天说我心无关爱 无关顾 远离颠倒梦想 对所以谁有关爱 所以正德神通的 会不会有关爱 对不对 有大法力的会不会有关爱 原来执着我的是最大的关爱 最大的关爱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所以师尊说我只赞扬 这个言动的灵气 在这里修行而已 但是那个老大鬼说 我不信 就要给师尊打下去 哇这个真的是很侮辱人 妙奇说心境不动 受教精进修食 记住记住 我要认真学习 感恩师尊 M16也说学习中 对不对 阿燕说是 被鬼打下去 如果没有功力 没有常常与三根本合一 对不对 不过我们那个鬼 大概也是看我们妈妈爹 他不会找我们挑战 他会找那种功力高的 对不对 哈哈 A恋心 老板出来 出去了 现在可以看网络直播 阿弥陀佛 原来你是偷看的 好 一边看一边做工 你们现在不是已经午餐了吗 已经十二点了吗 对不对 可以吃饭了 月明菜说上师 上师说书讲故事 一集棒 唱作剧讲故事好精彩 前晚买书了 但是先拿给其他同门看 哇 月明菜好慈悲 纯义说笑看天下可笑之人 笑看天下可笑之人 一场游戏场梦 梦醒梦空 凡事一笑自知 好 那个鬼啊 啊 蹦 要把师尊打下去 师尊呢 念了三个字 南摩佛 我告诉你 有时候都来不及反应 要不是实时念住啊 念头的念 住 台湾 台湾有个必安住 沙虫义住宅的住啊 如果没有常常与宇宙合一的人 根本挡不住那一帮 因为他那个鬼啊 老大鬼的那一帮是可以打掉一座山 师尊念很南摩佛 想不到 师尊全身哇 变得非常的坚硬啊 金刚不坏 头上出了一尊很大的护法是谁啊 大力金刚 欧玛哈巴拉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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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 哇 这些死啊 那个鬼 鬼被人 一只小巴而已 呃呃 对不对 这个大力鬼王就出现了啊 南摩佛 对不对 大力鬼王也是三合一嘛 有妖子金母拿胡成嘛 他也是莲花童子嘛 也是阿弥陀佛 是不是 那个南摩佛 他自己自信护法就出现了 嘿 那个狼牙棒 还什么狼牙棒 蹦就断成两棒 断成两棒 那个 跟那个什么 比香脚还要脆弱 啪就断了 嘿 老大鬼啊 不但 被那个大力金刚一震 他那个狼牙棒不断掉了 而且传手震动 哇 哇 非常的痛苦啊 他害怕 那个师尊把他除掉 他这个时候才跪下来 才发抖 嘿 所以哦 师尊在度这些 顽劣的 忧民众 顽劣的这些邪众 嘿 除非说他是害人杀人 真的很厉害 不然师尊是不会以暴制暴 嘿 通常都是以德抱怨 他都是忍耐包容 劝阻讲道理 法力越高的人 包容性越大 告诉你 心量越大 跟宇宙一样大的人 法力就越大 正量就越大 像你的师尊 所以那个鬼 哎呦 哎呦 你是佛陀 师尊讲啊 那个鬼问师尊 是不是佛陀 师尊讲说佛陀 是用来救众生的 不是用来杀众生的 嘿 鬼都 哇 这下乖的像什么小猫咪一样 喵喵 嘿嘿嘿嘿 那师尊就跟那个老大鬼就讲啊 你知道业障的力量吗 业力吗 如果你知道业力 你今天毁掉一个啊 真正的修行者 也是等于在毁灭你自己 这当然不是善业 如此轮回下去 你脱离不了毁身 所以哇 师尊只用过一次诸法 你在哪里看到的 上师好 苏德佛 丹丁娜 所以啊 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 对不对 虽然我们不是像鬼这样子 哇 大力啊 或怎么样 但是呢 我们在讲话 人家明明是法师 明明是修行的同门 嘿 不要在后面讲是非 就算 也许可能会有误会 或者当中 大家有磁场的问题 磁场不合 对方比较不理你 对不对 但是不要 人家讲啊 凝动千江水 勿扰到人心 嘿 宁愿自己吃亏 不要毁一个修行人 不要毁坏一个修行人 嘿 等于也在毁坏自己 将来没有办法 嘿 轮回 对不对 只能到鬼去 或者到三恶道 命负劝说 上师好 请问如果为祖先安灵 安灵位 其实超度已多年了 那我们应该怎样知道 祖先已经超度 之后还需要再安灵位 你安灵位 按一次就好了 你也可以安在台湾雷藏寺 或各地的雷藏寺 雷藏寺的一个 你家的一个 雷藏寺的那个 就是等于他的别墅 然后怎么得到超度 师尊讲嘛 你念地藏经 地藏经里面 他就有个条文 说你专心的念地藏本愿经 念地藏菩萨圣号 念到一心的时候 祈求菩萨 给你梦式啊 或真的带你去 让你明白你的祖先 往生到哪里也可以 不然你就写信啊 给师尊求加持 然后可以帮祖先皈依 报名法会超度 那最主要还要念经回向 佩淳偷看一下在上班 你们现在是几点啊 你们那个东南亚时间 不是中午十二点吗 我看一下你们 现在时间是几点 怎么大家还在上班呢 不是中午 十二点零三分了嘛 对不对 应该是要吃饭了嘛 春意说 圣尊大慈悲无上秘密尊 如是如是 所以那个鬼呢 经过师尊 他也是会观察 这个修行人的 以德抱怨 对不对 之前对他那么无礼 而且用罪狠的方法来毁灭他 但是他都居然 这么样的原谅他 所以这个鬼 终于皈依师尊 他求师尊受他为徒弟 就说我可以拜你为师吗 于是师尊就答应他 给他念师归咒 那么咕噜背 那么不达眼 那么大魔眼 那么生疾眼 师尊给鬼加持了 然后师尊讲说 这个老大鬼 将来会转世到更好的地方去 好 这个就第一篇故事 好不好看呢 鬼与如师尊 我们再广告一下 师母特别交代 大家要买书 那个鬼与如师尊 要多多买 师尊说的文集 要去看 然后呢 要送人 要分享 要参加真火伯瑞帐 这个就是第一篇 鬼与如师尊 好 下一篇呢 修行禅定的好处 今天要讲四篇 第一篇已经讲很久了 能讲多少就讲多少 师尊修行禅定 林明阳说 我已经帮我父系 母系的历代祖先 归于师尊 也帮自己的冤亲再祖 对不对 帮冤亲再祖 归于师尊 好看 去了一帐四买 我上梁王宝灿 第一次见过三个祖先 但以后就看不到 然后12点05分 水莲 好看 已经快看完了 对不对 你看完一遍 你可能就是很快就看过去 对不对 但是呢 上师这样子讲了之后 回去再看第二遍的时候 会不会有不同的心情 有时候你把它当做说 你是师尊的心情 再来进入到这个故事 师尊的应答怎么样 师尊的反应怎么样 师尊的EQ怎么样 他的正量怎么样 最后怎么解决 非常的精彩 Yuki Choo 你好 一定买来看 对不对 哇 连圈都已经看完了 其实你们看了师尊的书 你们要报答师尊 感恩师尊的恩典 对不对 哇 万百八都边吃边看 你们也可以写心得 贴在自己的Facebook 我觉得很多同盟都喜欢 把师尊的文章贴在自己的脸书 又附上师尊的图贴 很好 可是呢 一篇文章也可以做导读 对不对 你说 我读了这一个文章 某个金句 让我学习到什么地方 我赞叹师尊什么地方 师尊的哲师 他的正量什么 大概写一下 大概一百字两百字都可以 五十个字也可以算是导读 也可以帮助你进步 你说如果这样子你一天贴一篇 哇一年三百六十五篇 你的进步会非常的迅速 阿燕说转达师母 我们会听她的话 乖弟子 乖同们 下一篇要跟大家讲修习禅定的好处 我们修禅定嘛 师尊最近在开示都讲说 真正的实修是修禅定 那师尊写的定中之定 谢谢哦 你们都给我鼓励 然后呢 师尊讲说他修禅定很多年 那也不是一下子就进入 他是慢慢的在修正 那师尊讲修禅定有什么好处呢 他说禅定的力量可以让你的身心 创伤 能够转化 还有呢 身体健康疲劳一扫而空 精神力量充沛 你们早上出门之前 如果好好的静坐 修法 然后静坐 静坐个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 有的人呢 能够达到专一 你们静坐专一有个方法 我现在教你们 真佛做壁华 静坐的时候准备个什么 准备个音响 对 上师每次都放歌嘛 歌可以帮你静坐 你放个师尊念的咒 也可以啊 放个师尊唱的阿弥陀佛 放个自己喜欢的佛号 我们呢 对不对 真佛天空新闻台 还有很多的歌 你当漏你喜欢的 静坐的时候放一下 不用很大声 他帮助你祝念 帮助念头嘛 祝念 祝念不是往生的时候祝念 是你修法的时候就要祝念的 帮你专一嘛 念头安住 让你进入到你在专一的那个咒里面 咒音里面 你自己 比如说上师我们要咒音 你可以用录音笔录了之后呢 然后下载在你的手机平板 用repeat嘛 一二十分钟的静坐 帮助你的专一之后 你一整天的精神就回复 而且呢 静坐可以让你 下班了嘛 工作压力很大 心情不好 静坐了 让你的心情会变得开 开朗 而且有智慧 有灵感 有创意 心情会变得不一样 因为他把你阻塞的脉 打通了 静坐 他可以有这种功效 所以餐厅的力量可以修补 行者的身心创伤 身体强健 疲劳一扫而空 精神充沛 进入不可动摇的喜乐 还会有伐喜 其实呢 你静坐的时候 你们看看要不要做个实验 不然就把我们的网络直播打开 你静坐的时候听网络直播 或静坐的时候听师尊开示 哇那更好 对不对 你就静下来 然后你就注意呼吸 听师尊的开示也是加持 他可以帮你进入到 不可动摇的喜乐之境 甚至出定之后 一整天都会发喜 哇 上师们唱的佛歌 每晚都陪我睡 对呀 很高兴你喜欢 所以等念旗请延伸活摩加持文 也可以啊 静坐的时候 禅定力量一修法静坐 我都是这样禅坐 上师你好像有看到哦 哇 上师好刚回来 Carrion Dantina要静坐 静坐呢 让你的知识明白 很多东西呢 堵住了 那你就不要管说这个东西 要怎么解决 你先静坐完 那再讲那个问题 突然有法案了耶 烦恼可以消除 没有恐惧 那师尊的静坐 还可以知道无形的法界 所以静坐呢 到最后 你看释迦摩伊佛 在菩提下树下静坐 竟然还开悟成佛 对不对 有种种的好处 师尊列了十点 那有一次呢 师尊就在树下静坐 静坐的时候呢 又有无形的过来 是谁 命风劝说 只有做禅定 不修法可以吗 不修法 其实我是喜欢 一边禅定 一边念咒 一边禅定 一边念高王经 或者一边禅定 一边观想 翁阿后 还是要一元禅定 那个也算是一种 比较方便的修法 你还是 你不能一下子 没有经过 人家这个师父讲的 一下就空 有时候也会有一些问题 还有 你刚开始学禅定的时候 不要做太久 然后禅定的时候 见到像 你不要去想说 我接下来我要看到什么 所以禅定的时候 如果有见像 有看到有听到 完全不要理会 不知不惑 所以师尊在禅定的时候 也曾经坐在一个 很大的树 他有那个树根 在入定 那这一棵树 竟然是成神 树神 我前几天看到同门 有什么 是不是安平树屋 有同门在脸书贴出来 台湾的安平古堡 有树屋 对 不要理他 所以 这个师尊在进入 那时候有树神出来 然后呢 树神就说 你会伤害我们吗 这个树神就刚刚跟那个鬼就不一样 那个鬼就很凶 现在 这个树神很客气 他说你会伤害我们吗 不会啊 我又不是侨夫 树神讲说 你在树下休息吗 师尊说 很像休息 但是 我是在做禅定 然后呢 树神又不放心 树神说 你确定不会伤害我们吗 我读到这里 我会觉得说 那个树神 人家金座关你什么事 你怎么那么胆子小 你怎么老是以为人家会伤害你 所以这个树神 它是属于比较小心翼翼 比较害怕的 对不对 我吃饭的时候 我就跟师尊讲 树师尊 你书上写这个树神 为什么那个淫妇很胆小的样子 你坐在那边也没事嘛 你就伤递嘛 他还问你说 你会不会伤害他 师尊也被我逗到笑了 那所以树神问师尊 你确定不会伤害我吗 师尊就讲 我手无寸铁 没有刀斧啊 我没有电锯啊 锯子电锯 我确实是一个修行人 但蒂娜说 世界已经不安全了 S人说接公司电话 没听到禅定 等一下要再看重播 一开始禅定 这个15分钟 见习 马来西亚的同门 好 那这个 师尊这样子讲了嘛 手无寸铁 对不对 不会去伤害你啦 那树神说 好 这样哦 那我放心了 还要人家保证 那树神呢 这样呼 这样突然一呼啸 旁边来了很多的树神 把师尊围住 为什么 帮师尊做结界 哇 这树神不但可爱 鸡婆树神 甘胸 下次我跟师尊讲师尊 你写的书有同梅说 那个是 Chicken Mother Tree God 鸡婆树神 那个树神呢 看师尊 修行人 其实哦 所以你是一个 很正直 然后有智慧 喜欢修行的人 旁边的鬼神 也会尊敬你 当然你不是要 祈求人家 要尊敬你啊 要认为你很高 你也不要这样子想 但是你的所作所为 很端正 有戒律 是一个修行人的 走出来是这样的气质 虽然你看不到 感应得不到 但是旁边的鬼神 树神 甚至天神 他们是尊敬你的 这样你明白吗 所以这个树神 为师尊做结界了 SK控 你来了 对呀 守护师尊 这树神就跟师尊讲说 我这是做结界 我们要守护你修行 这树神很乖 不知道有没有 有没有帮师尊归 不过这个树神 我觉得也很有功德 他知道说 哇 师尊这是一个修行人 能够守护修行人 我想这个树神 也不是普通的树神 应该是很有善跟喜欢 很善良的一个神灵 所以呢 师尊就很感激嘛 对不对 人家为你服务 师尊不会说 我修得很好 光很强 你应该的 他不会这样子的 所以 越有能力的人 越不会想说 人家来服务他是应该的 连那种应该的心都没有 看看我们的师尊 所以呢 师尊就问 在这个巨树下面 修行会有危险吗 为什么要招请这么多树神 来守护师尊 树神就说 为的这山有熊 有独者 有独蜘蛛 有野狗 有虎头风 有独蚂蚁等等 我们来守护你修行 不容许外物来侵犯你 尤其独的文字很多 登山课很多都常常被咬 你看马来西亚有登革热 有那个血热病 印尼有血热病 台湾是有登革热 是不是 所以你在那种 你们去登山都要注意安全 不是说 哇 看到大自然 哇 好棒啊 你要知道那个山里面 有哪些特产 会伤害人的 那你看师尊 因为他修行有德 所以以前是不是 孔子 是不是 圣人 孔孟的圣人讲 德不孤必有灵 有德行的人 不会孤单 一定有好的邻居 叫做德不孤必有灵 上师请问怎样做 三根本的观想 师尊讲 师尊注定 师尊曾经讲过 师尊注定 自己化为本尊 周围是护法 对不对 根本上师是加持根本 本尊是成就根本 护法是事业根本 为三根本 三根本呢 师尊注定 对不对 常住在你的头顶 然后呢 本尊自己化为本尊 那护法金刚在你的周围 就可以 上师吉祥 因为工作不能看直播 晚上才能看重播 阿弥陀佛 没关系 你看晚上再看重播 素生一记棒 感恩他守护师尊 上师我来了 上师 素生 有礼貌 对 我觉得这素生 好可爱 所以呢 师尊听了更加感激 这个素生 来保护我们的师尊 素生说 这里面还有几个鬼 由于我们的守护 鬼也不会侵犯你 所以当师尊禅定的时候 又发出了光辉 你看素生保护师尊 师尊又放光 加持素生 哇 这个光辉 把树叶印得更美丽 素生们注入光辉 更加的精神抖操 我想修行 也要找个安身之处 这个就是第二篇 修行禅定的好处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想吗 所以呢 你说在树下 静坐 以前 释迦摩尼佛时代 那些阿罗汉 对不对 听师父讲 试念处 苦极灭道 讲这个三法印 诸法无我诸行 无常极性涅槃 师父教阿罗汉要怎么观 做属席观 十个呼吸的属席观 听师父讲完法之后 他们就在树下静坐 很多都正的火光三昧 阿罗汉 所以师尊 是不是有回忆到 他以前在设立佛的时候 在树下静坐的那种 那种感觉 树神被师尊佳慈 我也不知道今天晚上这样子讲一讲 好像画面蛮美好的 好 还剩几分钟 还剩十分钟 我还可以多讲一个故事 燕鬼 你们有没有梦到美丽的鬼 我看第几页 最后一篇可能讲不完了 最后一篇是简易修行仪鬼 很重要 要讲久一点 在明天晚上 晚上十点到十一点 就是平常你们读书会的时间 七月七号 晚上我明天再跟大家讲 下一篇 关于修行的仪鬼 修行仪鬼 是不是一道一道 其实不是 我觉得那篇非常的重要 而且要讲的稍微仔细一点 那今天先跟 剩下十分钟 先跟大家讲燕鬼 漂亮的女生 但是是鬼 我也帮你们问了答案 就是说师尊经常告诉弟子 有关于燕鬼的经历 那时候师尊在美国西雅图的南山亚社 正在写文章精神专注 本来是天很亮 突然 整个天变暗了 然后那雷声 那个雷声慢慢的 就响起来了 哇发生了什么事 接下来 那天吃饭的时候 那天吃饭的时候师尊还在讲说 那天遇到厌鬼的打雷 像人家在打战一样 打了几十声 响个不停 看了这个整个天空都是那个雷声 明亚说 上师说火光三昧是佛菩萨背后的光轮 也是啊 不过呢 你还是找师尊的资料 我想说应该不止这个 还有很多他的各种的光 连真 说上师讲的很精彩 谢谢 哟 梦过鬼还听到 然后呢 哇雷声士奇啊 而且非常的不寻常 明明是很亮的天 突然就打雷啊 打起响雷啊 师尊想到谁 九天应画 九天应援雷声 普化天尊 九天应援雷声 普化天尊 大雷声出见 哇 啵啵啵啵啵 哇 很大声的 那这个雷声到师尊的南山亚瑟 做什么呢 突然听到很细小的声音 师尊救命 卢师尊救命 卢师尊救命 哇 很呲的声音 比我还要呲 我都呲不出来 师尊往桌子下面看 哇 有个女孩子躲在师尊的书桌下 下面啊 仔细一看啊 哇 艳鬼啊 艳丽的艳鬼 很漂亮的女鬼啊 鹅蛋的脸 姓陶的 姓人的眼睛啊 桃花的色 柳梅 哇 两边 对 樱桃嘴 然后 漂亮的头发 漂亮的头发我就装不出来 苗条的身材我也装不出来 而且全身诱发着非常香的气息 那天吃饭的时候我就问师尊 那个厌鬼出来 那鬼不是有鬼臭味吗 怎么会有香的气息 那个雷神为什么要打这个厌鬼 这个书上没写 不过我就去问师尊 结果师尊讲 原来那个厌鬼给人家倒气 因为你看嘛 师尊讲说 你们看那个 倩女幽魂 对不对 念小倩啊 还有他们几个女鬼 都很漂亮 很艳 很妖 对不对 然后经过的人啊 我给他拦一下 人家跟他进去就给人家倒气 所以那厌鬼是给人家倒气的 那鬼为什么有香气 因为不放香一点 难道放臭吗 给你寻死了 就根本不要 不要跟他在一起 一定是很香的 哇 师尊要救命 呦 又过去了 对不起 这样的 那师尊就这样 那我怎么救你啊 厌鬼就讲 那个雷神要打我 让我上卢师尊的身体好不好 就能够救救我 完了 所以说不行 你上我的生活 岂不是成为鸡童吗 对不对 我身上就沾了鬼气啊 那厌鬼就讲说 那请卢师尊包包我 包的 各位同盟 如果有鬼 用你这样救他 你要不要救 很漂亮的鬼耶 你要不要这样子救 这种 骄影洞的道气 他的媚态万千啊 扫手弄之 已经会 丢丢丢的那种 哇 师尊的魂啊 他说快要飞了 天哪 软玉温香 抱满怀 我可以吗 师尊讲 师尊讲说 不行 男女瘦瘦不轻 然后呢 这个时候 师尊下出了个绝招 从书架上 书架上面 取出了一本金刚经 释迦摩尼部 讲空性的经典 叫这个女鬼 顶着 头顶着金刚经 然后呢 女鬼照样这样做 那雷声要打 打打 但是女鬼顶着金刚经 那雷声呢 虽然打 但是都打不到女鬼 后来声音就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后来雷声就不见了 然后呢 女鬼就 哇 谢谢恩公 这个是我加上去的 这个就 师尊对那个女鬼说 你已经逃过了一劫 等一下 厌鬼怎么讲 人家不想走 我要您收留我 又是考验了 天啊 师尊说 我的考验又来了 对啊 你被我笑到不行 我觉得很好笑 天啊 师尊全身都发麻 哎呀 你鬼不留 漂亮的燕鬼 也不走 对不对 要师尊留他 师尊要不要留呢 对不对 又要度众生 又不舍一个众生 但是又是那种 妖艳艳的众生 怎么办呢 师尊就规定 好 可以 你要留可以 离我三步 离师尊一步 两步 三步 离远一点 师尊讲 我修法的时候 你跟我修法 你跟我精行禅师 我精行 然后呢禅定 你就跟我精行禅定 我坐禅的时候 你跟我坐禅 我念咒的时候 你跟我念咒 你要好好的 自正于正当 哇 燕鬼就终于点头了 好 这个就是这一篇 鬼与如师尊 燕鬼的故事 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 师尊呢 展现了什么 他的正气 所以呢 不受诱惑 修行的人 懂得戒律 对不对 就算鬼 跟鬼的那种 苟且 或者做什么事情 好像没有人知道 越没有人知道的 越有鬼神知道 你不要以为说 这个事情 好啦 没关系 来呀 越多越好 道道易散 没有人知道 越没有人知道 越要守住自己的心 功力不够的 连看都不用看 连师尊他都示范 其实师尊他的正量 也不用离鬼三步 真的 他是示范给我们看 所以在下一篇 明天会跟大家介绍 简易修行仪鬼里面 他在讲说 我们修行人 应该要有的修法 仪鬼是什么 你们猜猜看 师尊在心目中 我们修行人 应该有的修法仪鬼是什么 那今天呢 一阵破万邪 对不对 雷神他也是很正直的 师尊是一个开悟的 证悟的 正觉的行者 他还是展现 他应该有的戒律 你可以看到 师尊的那种刚正 既不拒绝 但是又守那个戒律 而且能够自律 能够知道自己的念头 能够安住 不会被人家恐吓的影响 或者人家灾难的影响 对不对 你恐吓我 大利鬼 骂我 恐吓 他不会怕 那女生 女鬼在那边 嘲里嘲气的 他也不会 不会觉得这样 就丧失他的戒律 蔡仲能说 根本丧失的加持 感谢师妹的加持 明晚准时收看 对不对 同门有一些留言 哇 讲得很生动 谢谢大家 今天阳光普照气候温和 一边听上师讲 一边晒太阳 感觉好幸福 对不对 上师我被你笑到不行了 对不对 对啊 没办法要演嘛 所以我觉得 修秘法也像在演戏 为什么在演戏 你在演一场什么戏 你在演莲花童子的戏 对不对 你如果你在修法的时候 如果你不变成主角莲花童子 你不变成主角金刚萨多 你永远没有当第一主角的话 你这场戏 你只是旁边客串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在修一谈法 你就是莲花童子 就是金刚萨多 就是本尊 你在演的是 你就是主角 你是这个世界的主角 人家讲的不是主角 所以我在讲这个故事 然后我也在带入这个情节 我在情节的里面 我也在想 师尊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说 为什么这样子做 这样子的EQ 这样子的应对 这样的心量 还有这样的智慧 这样的慈悲 无量无边 无尽的赞叹 所以最后我们来唱阿弥陀佛 明天同一时间 不是同一时间 明天晚上 7月7号台湾时间晚上 我们继续收看 我们下转的声音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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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师尊 谢了回语如师尊 我们要护持师尊文集 写下自己的心得 常常买师尊文集 护持师尊文集 送人家师尊文集 参加郑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明天晚上 十点到十一点 郑佛 阿弥陀佛 大家继续 吃着尊文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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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迟到了 可以看重播 欢迎大家按赞 转贴分享 再见 如果还有问题 可以欢迎留言 再见 再见 再见